哈喽我是婉婷 哈喽我是帆圣 在划那个Instagram的时候 我朋友就一直不断的在放这样东西 然后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越看越觉得 哇好像很好吃耶 真的有这样好吃吗 然后我就去询问他 所以我就下单了 这么大一盒 超夸张的 哇 拉手还心想 啊不就泡面咩 这么这样大一盒 噔噔 就是这个螺丝粉 如果有听过螺丝粉 你应该知道这个就是很出名的 很臭 我那时候买的时候 我朋友就介绍我买这个紫色包装的 就是原味 然后还有一款就是这个 小龙虾口味 然后我还有特地去Google一下 它的那个原料是什么 嗯 那个螺丝 肉熬出来的汤 然后还有酸笋 还有木耳 有花生 有辅助 然后它就会有一点酸 辣 鲜 爽 烫 的风味 为什么还会这样臭 是因为那个酸笋弄得很臭 就好像我们之前去台湾啊 就有嗅到那个 它们在 它们是卤那个笋是吗 对 嗯 就有那个很像尿的味道 所以就是这个笋弄到这个螺丝粉 感觉就是很臭 所以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 它其实本身不吃辣 然后也不吃那个酸笋 然后也不吃臭豆腐 所以我不知道这一餐它可不可以吃下去 然后这个是你今天的晚餐耶 如果你不吃这个的话你就没有晚餐吃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怕臭到家人也怕弄到整个厨房臭 所以我们特地来到阳台吃 好有感觉 不是 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我觉得还蛮爽的 而且黄昏 黄昏 我怕等下我们吃到天黑黑 而且看一下这个包装里面有什么材料 干米粉包 QQ滑滑 来瘦我吧 什么是要瘦我 来瘦我吧 辣油包 这个它有强调一个人口味添加 就是你要多辣你就放多少这样子 还有这个木耳萝卜干 腌豆角包 酸醋包 这个是螺丝汤料包 酸笋包 还有一包花生辅助包 这个包装超美的耶 感觉超豪华 其实大致上一样啦 这个木耳比较偏心耶 他自己住一间家 这个是重点 他就多了一包这个酱料 他是小龙虾味的汤料吧 所以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多了一个小龙虾味的这个酱料 现在要先下面 因为那个面要煮过一轮 然后把那个水沥掉 然后再煮多一轮 诶他的面好笑诶这样子的 他虽然讲是米粉 可是他很粗 8分钟 然后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很漫长的8分钟 那应该差不多好了 看一下 好像有一瞬间感觉来到了金马轮 很多霧的感觉 有没有霧吗 哦 这个 很多霧 可以差不多捞起来了 然后因为他煮了那个汤会有点 螺螺这样 所以这个汤的话就不可以用了 我们要重新煮多一次 它螺螺不是里面有螺螺 不是这个螺 哦 ok 是混浊的 其实我这样看是还好 但是我朋友推荐我这样吃 所以我就 依照这样子的方法吧 我的那个朋友他很喜欢吃这个螺蛳粉 就讲有一次他家的小孩子在换尿布 他就跟他男朋友讲 哇 那个baby的大便很臭诶 然后他男朋友就讲 蛤 我还为你在吃螺蛳粉 有真的这样接近 我也是问他 真的有这样臭吗 ok水滚啦 我们现在下那个糖包 是吗 其实ok啊 麻辣的味道 那种麻辣粉 酸辣粉的味道 修一下我修一下 臭臭的味道 我有修到臭臭的味道诶 臭豆腐吗 我觉得我手臭臭的 这个是小龙虾 好像很多的辣椒油这样 这个是原味 来了 这个味道超像那个酸辣粉 就是多了一个臭的味道 其实这个味道我可以接受诶 他不是到很臭 有可能是在户外 然后他 哦 嗯哦 如果你在室内的话 他的味道我靠于集中 哎呦 夜煮那个颜色好像叶蛤蜊 很像那个 烙腮有没有 很像烙腮糖 我们现在把面烙起来 来 请 一阵了耶 花生没有几粒 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完全可以接受这个味道诶 而且我不觉得他臭 我觉得他的 咸还比他的 臭来的重 我觉得好吃 我试看 诶味道完全不一样诶 然后至于龙虾味我完全不吃到龙虾味了 我觉得我这个原味会臭一点 哇 真的是很重的味道诶 很重哦 然后我现在试看加一点醋 诶有醋真的比较好吃诶 真的吗 真的 我试看了试看 就有一种酸酸 咸咸辣辣 臭臭的感觉 我吃了这个我吃了那个没有什么味道 其实我朋友有特特别的交代我可以放鸡蛋 就是煎鸡蛋 然后那个鸡蛋还是要全熟的 但是因为场地和设备的关系 所以我就懒得去弄了 好啦 吃什么呢 尿尿 现在开始听我唱歌 我看你不行了 我ok 我懂为什么吃这么慢了 他都滑走了 我懂为什么吃这么慢了 他都滑走了 碰到我的脸 麵太滑了 你ok吗 有酒就ok 我觉得这个小龙虾的味道 它不应该叫小龙虾口味 它应该叫味臭螺蛳粉 就是比较ok没有这样臭 不应该叫小龙虾 因为它没有小龙虾味 也没有小龙虾 我吃完了 我太后悔加那个辣椒油 其实我觉得没有加辣椒油的时候 有点味道 可是再加上去不行 只能吃到辣的味道 然后那个臭味道不见 我觉得它是很好吃 吃完的时候有点腻 因为它的味道很重 我觉得我还会再吃 但是我就不敢放辣椒油了 真的是太辣 意外的答案 我其实已经预好你今天 不会吃这个面了 就是两碗都是我吃 然后我还叫你妈妈煮了饭 就以防万一它真的完全不能接受 然后还有饭吃 对我来讲这个螺蛳粉是蛮好吃的 然后我也是可以接受这个臭味 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它比较难买到 因为它不是外面普遍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会把那个连接放在下面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买来try看 那么今天的四次螺蛳粉 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的话 就给我一个like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话 就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我们下期见 拜拜 他平时都不会这样叫啦 他平时都不会这样叫啦 哎呀你在外面啊 他还要吃螺蛳粉 愁喬喬喬 谢谢大家